这千里姻缘一线前在新北市这对新人 他们两年前到金门旅游 因为民宿老板留错电话 让他们意外相恋 现在修成正果 他们特别到金门的水头聚落民宿 办古事婚礼 传统结婚队伍敲锣打鼓喜气又热闹 新郎穿着大红马褂 站在队伍的最前方回应众人祝福 而新娘则是一身凤冠侠批走出花脚 故事婚礼别开生命 就连拜堂也是遵循鼓励 而说起这对新人的相遇 就好像小说情节 后来说希望留下联络方式 但是她留了新娘子的电话给我 那回来台湾以后 我打给新娘子 又要找媒婆 那就是这样子的关系之下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从不相识到相恋 全靠民宿老板应错阳差给电话 事后老板不但大方当媒婆 还出借自家大宅当成结婚场地 我们这个房子有三百年了 那所以南方就以这边 那我另外就是珠珠珊有一栋民宿 而双方到城的亲友有上百人 再加上迎娶地点 是在金门景点水头聚落 整场婚礼也瞬间成为游客取景焦点 帮助我送下 Ohh 靠你的楠年里 就是我们给你 做一个 把它东西 做一个 做一个